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屡遭啼笑劫非 阴踏阳错的乌龙失败之后 他们最终实现了各自的弄势 作为一个发生在时尚圈里的电影故事 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本片 其实是一部川麦考林的男魔头 美国电影川普拉达的女魔头 作为一部标本电影 内地电影最近几年出现的 所有和时尚有关的电影 几乎都是在领摸它 而中国的电影圈和时尚圈之间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 那么这个唯一的契合点 就是二者都远离现实生活 而且人内心都在鄙视那些 花钱养活他们的观众和读者 当中国电影圈和中国时尚圈结合之后 能出了什么样的货色 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前大部分的国产时尚电影 都停留在各种娇柔造作的情感描写 和自以为是的小圈子文化中 而与时尚同居这部电影的出现 终于在故事层面 开始让观众有了一种接地气的感受 这部片名中有着时尚字样的电影 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部反时尚的电影 作为一部生机盎然 兼具有情怀和幽默感的电影 导演尹丽川并没有过多的纠缠于 什么是时尚 而是借助时尚这件外衣 讲述了一个当下年轻人 如何追求梦想 以及如何选择价值观的那只故事 作为一部在叙事规则上 认真学习好莱坞类型片的国产电影 与时尚同居的故事和情怀 却成功地做到了本地化 片中的每一个桥段和笑料都接着地气 本片主演周渔民虽然带着台湾口音 但他的表现仍然能够让内地观众接受 这是一个我们身边的人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导演尹丽川对全片的节奏把握也非常到位 剪辑犀利 一种黑帮动作片的镜头节奏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时尚杂志里的故事 从娱乐片的角度来看 各种娱乐元素搭配平衡 俊男靓女 爱情背叛 职场黑手 创业艰难 还拉上了梅老板和富家子弟开涮 堪称国产类质清洗剂的点赞 那我给你说的是 谁说要钱了 那跟恶劫做得好 跟那有反毛钱关系 那不会求那个恶劫 那更不会求那吧 你听明白了吧 快再过来 与时尚同居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 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 制作上的局限还有很多 但从类型化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部在类型片本土化叙事方面 做的最好的同类型中国电影 其实 常规商业片的创作 未必要求有多少创新和经验之处 特别是对于目前 不到混乱的中国商业电影创作来说 不犯基本常识错误 稳扎稳打地讲完一个 充满娱乐精神的故事 就是最大的成功 尹力川曾经说过一段话 讲别人的故事是为了了解自己 而了解自己才能真明白别人 答案在做电影的途中 苦海无边 电影是我们的船 虽然谈不上华丽转身 但尹力川这次也算是平稳地 射过了这条商业画的湍流了 要知道 此前有很多艺术片导演 都曾在这里折挤沙过 在这个乱流涌动的航程上 成功与失败都是一念间的事 最终能拯救自己的 只有对电影最初衷的信仰 这应该是一个导演 所应坚守的最基本的职业道理